人们的生活条件也很一般 但尼泊尔当地人的性格却非常热情 爽朗 总是有话就说 淳朴而又放得开 最近有一位中国小伙来尼泊尔旅行 结果他就被当地美女街头示爱 很多网友对此都惊叹 尼泊尔姑娘竟然这么疯狂 本期探明威剑 柚子就来带大家一起看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现在咱们中国发展迅速 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出门旅游 而在游网的过程中 不仅能够欣赏到美丽的风景 而且还能感受到不一样的文化风景 如果幸运的话 说不定还能邂逅一段浪漫的爱情 这位中国小伙就和同伴一起来到了尼泊尔旅行 当时他正在尼泊尔的大街上拍照留念 结果有一位容貌精致 身材苗条的尼泊尔美女 就直接走到小伙子身边 在街头就对小伙子是爱 表示希望中国小伙能够成为他的男朋友 在他看来 中国小伙长相白净 性格温柔 也非常值得依靠 而且中国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 很多尼泊尔姑娘都愿意嫁到中国去生活 尼泊尔虽然经济不发达 但这个国家的国民幸福指数却非常高 当地人也非常敢于追求所爱 不知道这位中国小伙 会不会答应尼泊尔美女的深爱呢 好了 本期的泰民未见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朋友 别忘了点击关注分享转发哦